小心 小心 大哥 大哥 慢慢來 慢慢來 前到鏡頭 要大家小心不乏 但羅庭偉沒停下腳步 畢竟上週才因沒跟進黨議 總預算封殺案棄權 遭支持者大聲抗議 眼看風波才剛平息 又被問敏感議題 因為工程會再預告 將增訂機關不得領選 現任各級機關民意代表為評選委員 被解讀是衝著羅庭偉而來 羅庭偉7月遭報 擔任台中市環保局採購案 評選委員 遭質疑公然介入政府採購案 打開網站一百一十三年度 機動車輛排氣管標案內容 預算金額五百萬 最後是以四百九十五萬決標 7名委員 其中一人就是羅庭偉 工程會主委陳經德 坦言著手修法 ING 對於公共政策的熱情 我們都是依機關的邀約 我們去復約 當時機關已經再三跟我確認 我們都是配合機關 所以市政府環保局的邀約 我們就對於公共政策的熱情 我們必須去了解 強調沒有違法是機關邀約 自己太有熱忱 但台中立委之間擔任台中市府 標案評委 當時市府也認了有改善空間 綠營批評身為民代怎能不知迴避 為什麼有了一個羅庭偉的特別的方便之門 而民意代表本身更不應當成為任何採購案的評審委員 羅庭偉個人也沒有自治也沒有自律 擔任評委觀感不佳 身為立委還得讓機關修法約束 格外諷刺 三層黃等你我們學院台北台中報導